已经过去的事情就放下吧 别让昨天浪费了今天和明天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完全忘记过去的一切 那未必不是新生活的起点 大家好,我是安逸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平淡又治愈的剧情电影 意外的人生 亨利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律师 他和妻子萨拉结婚多年 两个人共同养育着可爱的女儿瑞秋 美满的生活堪称典范 近期他接了一个大案子 作为一家医院的辩护律师和病人家属打官司 今天僵持了几个月的案件终于迎来结果 他在法庭辩论环节攻击对方证据不足 最终替医院夺得了本次庭审的胜利 离开时他看到那位老夫人悲伤又怨恨的目光 他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检案后律所举办了庆功宴 亨利小酌几杯和秘书交代了接下来几天的行程 晚上他和妻子萨拉一起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两人在到家时已是深夜 因为瑞秋在出发前惹他生气 被他勒令待在房间里反思 萨拉告诉亨利他应该去向瑞秋道歉 哪怕是父亲也应该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妥协进了屋 已经睡下的瑞秋被他惊醒 亨利先为自己的插进态度道了歉 然后耐心地教导瑞秋 伤害别人的心爱之物是不正确的行为 瑞秋不应该将葡萄汁倒在他的钢琴上 如果不能对食物负责 那就不要把他拿出厨房 说完他拍了拍瑞秋的被子 离开了 家里的保姆忘记了帮他买香烟 犯了烟瘾的亨利决定自己出门去买一包 他走进一家便利店指着货架上的烟 柜台前的店员却不理他 还没等亨利说什么 另一个人就举起了枪 他不禁小声抱怨 真是倒霉的一天 拿枪的男人想要钱 不由分说就给了他两枪 分别击中了他的左胸和额头 亨利亮亮呛呛倒在地上 等警察发现他时 凶手早就不知所踪 萨拉正在打电话时 警察突然上门 他六神无主地跟着警察来了医院 看到直挺挺像个木乃伊的亨利 甚至感到荒诞 他们的朋友也赶来慰问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 萨拉只能和瑞秋抱在一起 互相支撑彼此 而瑞秋白天要去上学 萨拉更多时候都是一个人留在医院 有时他会跟沉睡的亨利说说话 在日复一日的煎熬等待中 亨利终于在圣诞节那天醒了过来 不幸的是 亨利虽然保住了性命 却因为受伤 导致脑缺氧失去了记忆 医生提前给萨拉打了预防针 接下来的复健过程 将会是痛苦而漫长的 且谁都不能预料 亨利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现在他无法说话 无法行动 一切常识都要重新学习 更甚至 他可能永远也没办法恢复 萨拉想不到 该以什么样的面目 来应对这场恶号 但他还是强撑着 在瑞秋面前摆出一副 一切上好的样子 现在的他是这个家 唯一的支撑了 亨利由医院转移到了康复中心 陌生的环境让他很是不安 无论是众人口中的妻子 还是女儿 他都不认识 他的神色深深刺痛了萨拉 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瑞秋同学的父母还落井下石 说他们将会破产流落街头 这样萨拉气愤至极 但也因此 他决定自己要坚强起来 亨利在康复中心 认识了一个大个子教练 布莱德 热情的布莱德 从不介意他的冷淡 不仅帮亨利制定了 满满的附件计划 还会拉着他说自己的风流史 亨利甚至都记住 他交过几个女朋友了 萨拉也在经历打击后 飞快成长起来 朋友来看望他 表示有困难的话可以帮忙 萨拉婉言拒绝了朋友 他自述亨利的意外 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旁人的怜悯也让他感到害怕 朋友却告诉萨拉 你不必在我面前假装 萨拉的眼泪煞事就流了下来 纵使他再怎么告诉自己 一切都会变好 现实依旧是残酷的 没有记忆 不能自主生活的丈夫 失去经济支柱的家 以前萨拉和亨利总是谈论股票 基金这些东西 可事实上 他们现在的资产只剩下这座房子 而他还不如五年前有价值 朋友叹了口气 劝萨拉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出去 人言可不 如瑞秋同学父母那样的人 不在少数 在康复中心的日子 亨利倍感煎熬 他知道那些训练 都是必经的历程 可当他被当做小孩一样试探 发觉周围人还有高高在上 依偎的宽容目光时 他感到一股不可抑制的难堪 唯有布莱德在他身边 他才觉得解脱 布莱德是唯一一个 把他当做正常人的人 会用食物整骨他 也会在他的附近取得进步时 鼓励他 亨利虽然总是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但他其实也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布莱德被他认作唯一的朋友 在附近这件事上 亨利从不偷懒 或者换个说法 他总是尽己所能多多练习 最开始他只能靠着辅助车 和护工的搀扶走路 但他想尽快摆脱旁人 异样的目光 总是自己一个人 推着辅助车锻炼 萨拉有时会来康复中心看他 没过多久 亨利就可以不依靠外物 独自行走了 除了看起来有些薄 没有任何异样 身体机能的康复 也意味着亨利可以正常出院 萨拉特意带上了瑞秋 一起去接回丈夫 在康复中心等着他们到来的亨利 却坐立不安 他不想回去 甚至根本没有收拾行李 他打心底里 不认为自己是萨拉的丈夫 所有人都在说 他们是他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会照顾他 可他根本不认识他们 布莱德开导他 总有一天他会想起过去的 康复中心也不是他的家 只是个伤疤中转站 可亨利的抗拒依旧肉眼可见 这一番对话也被赶来的 萨拉母女听了个正着 萨拉问亨利 你愿意回家吗 他的回答却是 那样的话 布莱德要怎么办 萨拉不得不强调 他们才是一家人 他告诉亨利 只要你说你愿意回家 我们都会尽心尽力照顾你 可亨利的答案依旧是拒绝 萨拉不得不去找了医生 但医生也不建议 亨利现在回家 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时 布莱德建议瑞秋 去和亨利谈一谈 瑞秋不知道自己 该和亨利谈些什么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 走进了病房 恰好看到 亨利在笨拙地系鞋带 瑞秋一言不发地 走到爸爸身边 大圈小圈 绕过来拉过去 这是亨利 曾经教给他的技法 如今 依稀唤起了亨利的一点记忆 他想起了他曾在家里的灰色地毯上 将瑞秋系鞋带 这突如其来的一点温暖 让亨利有了回家的念头 临走的时候 布莱德送给他一台随身听 希望亨利有时间可以听一听 最重要的是 别忘了自己这个朋友 刚进家门 亨利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 陌生中透露着一丝熟悉 他的记忆里还有这个家的味道 他也看到了家里的新桌子 夸买桌子的人很有品味 殊不知失忆前 他还在嫌弃这个桌子很土 到了休息的时间 他在换衣间迟迟不肯出来 理智告诉他 萨拉和他是夫妻 他们睡在一张床上 是正常的事 可现在他失忆了 最后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躺下 顺手将垫得很高的枕头扔掉 失忆后的他确实和以前有很多不同 第二天一早 萨拉送女儿去上学 亨利则在家中闲逛 保姆关切地询问他 需要不要帮忙 亨利想知道自己平常在家都做什么 工作 除了工作 还是工作 这个答案让他有些沉默 等到罗莎走后 他又在家中翻看起来 无意在衣帽间发现了一打蓝色信件 恰好送货员敲响了房门 亨利趁着罗莎不注意 独自出门散步 过马路时 还因为不熟悉街道环境 被出租车司机训斥一通 等萨拉回到家中 亨利早已不知走过了几个街口 焦急的萨拉立刻报了警 对此一无所知的亨利 不仅在街头买了小吃 还去电影院看了电影 最后他的脚步 停在了一家宠物店的橱窗面前 就在萨拉坐不住要出门去找时 亨利抱着一只小狗回了家 瑞秋曾经问过家里可不可以养狗 这件事被亨利默默记了下来 看到小狗的瑞秋兴奋不已 萨拉则是对亨利今天的所作所为 又急又起 亨利不明白为什么 还是瑞秋一语惊醒梦中人 下次你出门 要记得告诉他 第二天 亨利跟随着女儿来到图书馆 她希望瑞秋可以教自己念书 但图书馆实在太无聊了 亨利念了一会儿就坚持不下去 于是他将废纸团成一团 和瑞秋玩起了游戏 瑞秋起初还劝阻爸爸不要这样做 但看着失忆后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亨利 他的一颗童心也彻底爆发 不再阻拦 亨利不认识书上的单词 瑞秋就主动担任小老师 带着爸爸一起学习 过去的十几年里 他们都很少有这样的温情时刻 瑞秋的脸上不禁露出笑容 很快 亨利就学会了简单的常用词 一家人高兴地手舞足蹈 抱在一起庆祝 好友布鲁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门的 他告诉亨利 自打他意外住院后 公司的同事都很关心他的情况 现在知道他几近痊愈 便想着为他举办一场庆祝会 然而亨利似乎对自己和布鲁斯的关系 心存疑虑 没过多久就到了庆祝会举办的日子 身为宴会的主人公 亨利面对齐聚一堂的同事和朋友 却是一脸茫然 在妻子的提示下 他发表了一番不算严谨 却诚恳的讲话 事实上 他对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印象 共事的细节 也忘了一干二净 唯一记得的 朱友瑞秋喜欢吃草莓松饼这件事 即使是自己的母亲 在他的脑海里也只剩一个模糊的蓝色影子 亨利忠心地希望同事们可以多一些耐心 他正在努力回忆过去的事情 回家后 瑞秋找来了许多照片 希望能帮助亨利回忆其往事 亨利戴着他的手 抚摸过额头上的伤疤 想说些什么 又欲言又止 瑞秋也露出了脚踝上 骑自行车的摔伤 亨利轻轻抚摸过伤口 难过地鸣起了唇 正是回到公司那天 同事们都向亨利道贺 亨利谁都不认识 只能僵硬地应付过去 唯有一个叫琳达的女人 让她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觉 负责帮助她熟悉工作的 是她以前的助理杰西卡 她像以前一样蹲着咖啡 过来问亨利加到多少 亨利不明所以 杰西卡告诉她 当你觉得够了的时候 就说问 生活再逐渐回到正轨 亨利却发现了一些端倪 她在查看以前的卷宗时 发现了一些问题 她不知道自己以前 是个什么样的律师 可现在看来 公司内部的风气并不清白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她拜托杰西卡 调约了其他文件 真相正如她所料 东安医院和马修夫妇的 那起官司中 有些关键性的证词 并没有当庭查看 这也导致了病人马修 在案件里冤死 东安医院 则在自己的辩护下 成为了赢家 亨利认为 是过去的自己 做错了事 朋友们却告诉她 就让一切 继续这样下去吧 否则 他们这些人 就要没有钱吃午饭了 除了工作 亨利的家庭 也隐藏着巨大的问题 这些日子里 她和瑞秋的感情 越来越好 瑞秋也第一次体会到 父爱是什么感觉 她怀着忐忑的心情 将自己的不愤 告诉了爸爸 其实她不想读寄宿制学校 孤身一人的生活 让她害怕 亨利心疼瑞秋 答应晚些 和萨拉谈谈这个问题 但妻子对此 十分坚定 毕竟这所寄宿学校 一年才收30名学生 是之前 亨利费了好大劲 才拿到的名额 为此 夫妻俩还卖掉了 心爱的房子 为的就是赶上 学区房的便利 听到这里 亨利也没有再说些什么 上学的当天 瑞秋有些胆怯 亨利身为父亲 努力安慰女儿 她第一天上学 也遇到了很多陌生的人 但几天后 她只觉得自己当初的胆怯 有些可笑了 她安慰瑞秋 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被鼓励的瑞秋 拥抱过父亲 勇敢走向学校 瑞秋离开后 亨利和萨拉 也不再隐藏自己的不舍 萨拉安慰亨利 等到父亲节那天 他们就能再见 兴许是夜色撩人 这对夫妻又重新 寻回了当年心动的感觉 他们度过了甜蜜的一夜 几日后 亨利和萨拉一起参加了一场聚会 其他客人表面上 对她尊敬有加 实际上都在暗地里 嘲笑她失忆后的低能 至少和从前相比 亨利的智商和社交 都成了她的短板 而朋友和同事之间的放肆谈话 恰好被亨利和萨拉 听了个正着 这天之后 亨利再也没有去过公司 他躲在卧室里 不愿意见人 只有家中的小狗 伴他左右 无奈的萨拉 找来了布莱德 开导亨利 面对自己真心认定的朋友 亨利也不再像之前一样 拒绝交谈 他本以为自己通过努力 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 但现在的他 却十分讨厌以前的自己 他根本无法适应 现在的生活 布莱德于是 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曾经的他是一名 美式足球运动员 却因为膝盖意外负伤 告别了这项心爱的运动 最初他对世界充满怨恨 但他遇到了一位 耐心温柔的治疗师 他帮他重新找回了生活 现在的亨利面临的 正是和曾经的他 同样的困境 布莱德告诉亨利 不必在意其他人的眼光 因为别人的错误 内耗自己 是不明智的选择 或许亨利 还需要一段时间去理解 但他也要试着 自己走出来 那次交流之后 亨利的内心 也发生了转变 他会主动和瑞秋打电话 给他寄信 去安慰他 保姆罗莎也说 他更喜欢现在的亨利 亨利下定决心 去寻找自己的新的人生 却不知 埋藏在记忆中的阴影 如影随形 好友布鲁斯寄来信 恭贺他巧签之喜 亨利却发现 手中的信纸颜色 惊人的熟悉 他想起 曾在衣帽间 发现的蓝色信封 打开后 里面的内容 让他感觉到 莫大的背叛 一封封 言辞 暧昧的信 都是同一个人 写给他的妻子的 他愤怒地质问萨拉 这一切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萨拉解释 他只和布鲁斯 在一起过很短的时间 在他发现 他变了之后 他们就分开了 但亨利心中 满是被愚弄的怒火 他一把杨过信 夺门而出 愤怒之后 是无尽的迷茫 亨利先去公司 拿了卷宗 期间 他无视了 想要解释的布鲁斯 但他没想到 琳达会来找他 从琳达那里 他得知了一个 令他震惊的秘密 布鲁斯曾经 和他的关系确实很好 包括后来亨利失忆 都是布鲁斯 接手他的案子 将一切处理好 后来 亨利和萨拉 感情冷淡 布鲁斯曾经与萨拉 短暂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可亨利本身 也没有立场 去指责他们 因为在他失忆前 他同样出轨了琳达 甚至答应 为了琳达和萨拉离婚 这突如其来的信息 冲击得亨利头晕目眩 琳达看着他 他每天在办公室 看到自己曾经的恋人 可只有他自己 拥有他们相恋的记忆 他痛苦至极 亨利也彻底迷茫了 他正正地坐在河边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他思考了很久 坐电车来到一家公寓 敲门后 开门的是马修的太太 也是当初那起案件 受害人的妻子 亨利怀着愧疚的心情 将搜来的证据交给了他 他变了 不想再忍受曾经的自己 他回到公司 和上司查理道别 他不想再做律师了 看到杰西卡 他说问 他认为现在的一切已经够了 他要离开 在和每一个认识的人告别之后 他回到了那个家 萨拉开门时 他说一切我都知道了 女人哭着 扑进了他的怀里 亨利告诉他 其实他不喜欢穿以前的衣服 也不喜欢吃鸡蛋和鱼片 更讨厌做律师 他更想和萨拉结婚 在一起到永远 那之后 他穿着新买的衣服 和萨拉一起去学校 接走了瑞秋 他已经错过了 他曾经的十几年 现在 他更愿意用以后的时间 去补偿自己的家人 人的一生就像一杯咖啡 几乎每时每刻 都有人在周围 替我们斟酌着人生的选择 要爱到什么光景才算爱 在什么样的标准下 一件事才算是对的 什么时候该停止 什么时候该开始 是什么人能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节点 有智慧 有决断地说出那一句 问 我们常常为了进步 为了更好的明天 不知不觉 将自己缠入复杂的牢笼中 如果你正身处于 这样的困境 那就去对过去说 够了 解脱一切的捆绑 学会拒绝过去的枷锁 毕竟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只有舍弃 曾经的负担 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一定要继续关注阿姨 接下来 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等着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